新在武漢的武特兒胡子喬Annabella 自從過年前就開始留在武漢 經歷封城前後的一刻 來到第16日 看來他都習慣了自我隔離的生活 日前還見到他們村放煙花慶祝元宵 他又說收到好多朋友的問題 這日就跟大家update一下近訪 首先糧食方面 他說都算充足 不過因為他是來市中心有些距離的小鎮 聽朋友說 現在武漢市中心要吃白糖煮白粥 還出不到門口買菜 至於護膚品和日用品 他就說超市都買得到 那邊亦沒有搶救的情況發生 而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到底他何時回香港呢? 他說一日未解封都不會走 解封了都未必走 因為他是不會掉下男朋友自己回香港的 愛情的魔力真是太偉大了